歡迎回到財經新世界剛剛提出的問題 你想好答案了嗎 我們再來看一次題目 租稅的負擔率是衡量國家租稅負擔程度的重要指標 那麼2013年台灣租稅負擔率是12.6% 我國持續是全球最低租稅負擔國家 請問關於租稅負擔率的意義下列何者正確呢 A國家稅收占GDP的比重 B海外台商各項稅收占國家GNP的比重 C證券交易稅收占國內股票市場成交金額的比重 D不動產交易稅收占國內不動產市場成交金額比重 這四個選項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呢 我們來看解答 答案是A國家稅收占其GDP的比重 您答對了嗎 要來了解這一題之前 首先我們要來了解什麼叫做租稅負擔率 什麼叫做租稅負擔率呢 租稅負擔率是指一國稅收在國內生產毛額 也就是GDP的比重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將租稅負擔率視為 衡量國家租稅負擔程度的重要指標 數值越高代表國民稅負越重 也顯示一國收入來源主要仰賴國民納稅 那一國的財政基礎也較為穩固 那我們可以知道最近台灣的租稅負擔率 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我們可以從這張表可以看出來 第一名是丹麥第二名是英國第三名是加拿大 目前我國的租稅負擔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一方面可以表現出我國國人在納稅負擔上面 較比較負擔沒有這麼重 但另外一方面也顯示出我國財政的穩健度 相對之下是比較不足的 因此財政部最近推出了財政健全方案 希望可以平衡跟穩定我國的稅收制度 希望你跟我一樣 每個星期透過這個單元 學習到更多的財經相關知識 根據國發會最新的推估數據 最快二零二二年 臺灣就會出現人口負成長 臺灣準備好邁向高齡社會了嗎 政府應該如何打造銀髮族的友善環境 而企業又可能因此開發出哪些商機呢 請您持續鎖定下個星期天 財經新世界 作曲由李永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